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是国色天下 谢大王 怀南郡为父王甄选的美女 只可惜 你来的时候 父王已经驾崩了 郡守的奏表当中说 你喜好读书 聪慧盈悟 可是真的 假的 假的 民女要是足够聪明 就不会被选送到此处 果然是个妙人 好 我给你两个选择 你本是父亲的人 要不要 留在这同雀台之上 跟那些坐旅的女人在一起 也可以 跟孤回到后宫当中 大王给民女的第三种选择 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会有第三种选择 如果是第一种 不值得大王亲自接见民女 如果是第二种 大王还有大事要做 不会再赴桑欺纳民女 自损名望 所以民女很想知道 大王给民女的第三种选择 是什么 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跟姑一起回后宫吧 民女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大王志在天下 一定不想要一个 不安分的后宫吧 来 来 看看 孤的江山 真是让人肝脑涂地的山河 大王 让民女为你的山河做什么呢 现在说出来 未免太上风景了 如此良辰美景 不如你猜吧 猜中了 鼓有伤 妾一介女流 虽不幸读了点书 但也不能上阵搏杀 入朝为官 大王看重民女的容貌 一定想让民女与容貌 亲近什么人吧 什么人对大王如此重要 为国大业带兴 治国贵在用人 这个人一定很有才能 大王很重视他 否则派孝氏府足矣 用不着民女 大王家方的新贵 陈群令军司马忠诚 是哪一个 民女便猜不着了 陈群不解风情 司马忠诚 司马懿 他让大王不放心了吗 我来自杀 怎么办 是 你 你